来看数读政府工作报告 让我们从数字出发 感受2021年海南的亮眼成绩单 海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1.2% 两年平均增速全国第一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.9% 两年平均增速全国第六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6.5% 增速全国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.2% 增速全国第七 货物贸易增长57.5% 首次突破千亿元 服务贸易增长55.5%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收支增长4倍 全省经济外向度提升7.1个百分点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6.2%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92.6% 自由贸易FD账户收支增长7.3倍 3加1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达70% 提高5个百分点 上缴税收增长33.4% 向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增长66.9%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增速全国第一 专利授权量增长58.9% 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8.4倍 11个自贸港重点园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高出全省60.4个百分点 营收实现翻翻 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整改作风问题3305个 整改率95.6% 查读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查找读点4672个 破解难题4387个 半截率93.9% 省领导带头 全省为群众办实事5124件 完成率89% 完成率89%